Hello 皆様 Konnichiwa KT desu 我好久不见要跟大家说声抱歉 那就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没什么干净 所以好一段时间没有发影片 因为呢大概有人又要问我说 那你什么时候回日本呢 我跟大家说目前我跟阿明呢 已经就是把我们要申请签证的这个文件呢 于4月的时候送件了 所以呢现在就是只能等待审核 所以急也没用 现在呢我们能做的事就是静观其变 等待发落 然后呢目前关于日本入境的这个 又有一波新的消息 所以我就想说就我关注到的 还是跟大家做个详细的分享 首先呢最具焦点的就是 日本首相岸田呢于本州5月5号呢 赴英国呢进行日英两国这个会谈的时候 也在伦敦呢对外召开记者会表示 日本呢决定呢要在6月可以跟G7其他国家一起并列 将大幅的缓和路径限制 并且考虑开放外国观光客路径 而最快呢会于本月5月的时候先以实验性的这个阶段的 开放少数观光团客为主 所以看来是日本有望提前开放观光咯 而他在记者会上更强调 日本的经济呢接下来还是会不断的成长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安心的投资日本 还喊出了这个Invest in Kishida的口号 Kishida呢就是他的名字 还记得过去呢我们在时事分享的影片呢 跟大家不断的提到这个G7 由这次日本首相举行记者会再度证明呢 日本确实在世界上呢跟其他工业强国并列 政策呢实质上还是会受到国际情势的强烈影响 那实际上再去查了一下目前G7的各国的路径限制 我们来看一下G7呢有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 而令人很意外的是七个国家中呢 目前呢除了日本以外呢全部都是已经开放免签入国 不过大多数呢需要接种过两剂疫苗的证明 最屌的应该就是英国了吧 整个就是打定了要跟病毒共存了 连疫苗接种证明也不用啦 阴性证明都不要 而日本目前呢就跟我们上次分享的差不多 还没有开放免签 而疫苗接种证明呢则是可以免除呢 一些隔离的一些天数的限制 所以呢根据刚刚的这个报道呢 日本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在六月的时候 可以跟G7其他国家并列 然后可以开放免签观光 而台湾呢目前的规定呢 其实也跟日本差不多的感觉 而就我的感觉是国内舆论呢 应该还是两极化一部分的人应该非常的盼望 可以早日开放国门啊出国旅游观光 不过一部分呢应该还是非常保守的观望中 因为毕竟这阵子我们还是看到少数人的染疫呢 引发重症而来不及治疗死亡的案例 而我真的是一半一半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一切呢还是存在于这个未知数当中 而如果你不要直接就开门见山选择共存的话啦 那你是不是就是考量还有很多这个风险因素的存在 而特别是日本政府呢目前提出五月呢 会先以这个实验性质的开放少数团客入境 而且这个少数团客呢是限定已经打完三剂疫苗的人 而且呢还是要密切的观察接下来的这个疫情变化的发展 才会视情况呢阶段性的更缓和的开放 所以呢还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更厉害的这个变种病毒来搅局 当然我也希望六月真的病毒不要再跟大家作对 到时候呢然后我签证也拿到大家可以一起去日本玩啦 所以呢一起集气咯 但是呢还是来看一下日本网民呢如何看待此事 这边呢我就截取了几个我觉得还不错的这个日本网民的留言 这边一个留言就是说如果开放不用戴口罩的国家的人来观光 但日本国内却强制戴口罩 那所以开放前呢是否要先撤出国内的一些禁令 以采取整合性的措施呢 那接下来这个留言也蛮好笑的 他说果然呢还是针对这个日元贬值的最佳对策呢 对赶快花钱吧 神户牛很好吃哟 哇 Kobe beef美味しい哟 话说我还没有在日本吃过真正的神户牛耶 大家再看这个是 最好呢跟外国人收观光税作为世界级服务的安全国家 历史跟文化遗产跟美食也是很多的 而日元贬成那样世界通膨不断涨价中 可说是CP值非常高的旅游胜地不是吗 然后打了一些 然后再来说日本政府呢保证留学生的这个学费生活费的同时 也要为日本国民的生计考虑一下啊 毕竟呢纳税的是日本人民啊 而且这段留言呢有两万多个赞耶 哇好直白的日本网民 所以说真的其实跟我推测的差不多 日本观光呢到底可以锁到什么时候 所以呢就是要看日元的贬道不能再贬的什么程度 所以现在日本还没有开放观光呢 每当又有人说要囤日币的时候 我真的会觉得有点想翻白眼 所以呢所以你们好好观察一下 真的观望一下他如果真的有要开放 然后日元呢有这个上升的趋势的时候 我们再来囤也来得及啊 而这当中呢也有一经济评论家的留言指出呢 现在比起世界欧美先进国家 甚至一些东南亚各国的逐步放宽开放 而日本的脚步呢的确是大幅慢的些 不过呢从接受观光客开始 观光客不戴口罩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呢看是否要比照泰国 比如说泰国呢现在已经列出罚则 公共场所不戴口罩的话是要罚钱的 而连观光客都适用等等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复杂的耶 就可以想象大家目前在台湾 的确呢现在我们如果在台湾 你如果去街上啦公共场合走一走 如果你不戴口罩的话是真的会被罚钱的耶 至少3000块以上那看起来就是正常的生活呢 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然后根据日本新闻呢目前日元贬值呢 不只是促成了日本渴望的这个英镑的路径呢 可以带来的这个经济成长 而日元贬值呢现在也实质冲击着日本的国内的经济 而有光到日本超市应该会知道 日本超市呢其实还是蛮多食物是进口的 而新闻也提到收到俄乌战争呢 还有这个原油燃料上涨疫情呢 还有这个日元贬值的情势影响 几乎所有进口的食物跟一些原物料呢 都比往年上涨了许多 而这也压迫着国内的这个生计 而看到这样的新闻说真的 我是觉得蛮痛心的 想必呢生活在台湾的大家呢也是心有七千 台湾呢倒是蛮特别 我觉得现在几乎呢连外食呢 都是比你去市场买东西回来煮还便宜的 毕竟一个便当呢 少说一个一百块是可以解决 但是呢你去市场买一条鱼少说到两三百块吧 但是日本呢却是反过来的 必须要自己煮才会比较省 虽然呢自己的新闻时事有些呢是比较沉重 但是不管怎么样往好处想 至少呢现在世界疫情的这个局势呢 应该是稍稍缓和下来了 我们就来看接下来呢能不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而看到的是HTB呢新闻报导 日本北海道最近呢五月有好多地方呢都盛开了樱花 什么洞野湖啦旁边呢这个昭和新山啦 搭着这个缆车啦可以看到哇好大一片樱花 还有札幌附近呢还有一大片绿地的公园呢 也等等也都盛开了樱花 那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点进这些新闻连结的影片看一下 那本集的日本时事就分享到这了哦 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呢还是欢迎在底下留言交流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了哦拜拜